抛弓在演奏效果上很像马蹄声 所以很多人又把它叫做马蹄弓 抛弓在演奏动作上有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个部分是一个短处的跳音 以拉弓或推弓都可以 当声音发出后 手臂右旋 将弓子顺势的提起来 第二部分是当弓子自然的下落到琴筒时 右手秤势的压一下弓矛 以阻止弓子跳起来 同时配合与第一部分相反的弓项 就是说第一个跳音是拉弓 那么第二部分就用推弓 这样受阻的弓子就会在琴筒上跳起来 把它们结合起来 那么就成了抛弓 演奏抛弓的时候 右臂一定要以旋转为主 以上下为辅 如果上下动作过大 那么会使抛弓显得吃力不讨好 下面请大家听一下 《兰花画迅诗曲》当中的一个抛弓乐剧